好的主播今天凌晨大约两点四十八分 在新北市永和的复兴街 一栋三层楼建筑传出火警 当时从外观发现三楼起火 消防人员紧急赴水线灌旧 火势在三点零七分扑灭 现场一名三十岁男性住户 自行逃出意识清楚 右手二刀三度烧烫伤 另外还救出了五位民众 火势熄灭之后又在三楼的阁楼处 发现一名受困女性 但是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紧急送往永和更新医院抢救 女子家属得知消息着急痛哭 最新消息是女子送医之后宣告不致 我有闻到那个味道 但是我烧了味道 但是不知道是是哪里烧起 就我就赶快每一楼都把它按 就叫它们成立下来 那孙子也抱下来 抱下来以后 然后就就下来没多久 听到后面的火光就上来了 然后有听到吵架的声音吗 有听到黑黑叫 但是是不是在讲什么不晓得 根据父亲邻居的说法 当时一次听到吵架声 闻到味道之后还听到了爆炸声 接着就冒出火光 警消不排除人为纵火的可能性 起火的这一户一共居住七个人 其中一名女性是儿子的女朋友之外 其他都是家人 目前火调人员正在调查 详细起火原因厘清案情 以上主播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